現在我要做的動作是塑膠袋甩水的動作 通常我們如果說塑膠袋用過的話 覺得它還可以很乾淨或者是沖沖水 那還可以繼續回收使用 可是如果裡面沖過水的話 我們要回收當然盡量讓它封乾或擦乾 那如果裡面有沖過水有水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水甩掉 通常我們是直接就這樣子把它盡量的把水甩掉 可是難免這個裡面的水還是很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把它外彎出來 然後再甩一次 可是這個時候的甩它不是直接這樣子甩而已 而是我們抓著一頭往下拉 這個時候它會有一個兜風鼓風的動作 把這個袋子的水分震掉 所以我現在要用的這個動作 就是要把水滴盡量把它甩掉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當我們這個袋口往下拉 它這個袋身往上帶的時候 拉下來它會順便把風鼓進去 那順便就是在撐開這個袋子的時候 把外面的這個水滴水分 盡可能把它震掉 當然我們也可以直接用插的 可是它還是有水氣 所以習慣上我們在把裡面的水分清除掉之後 還是要把它還原正常的這個狀態 然後再把這個風鼓進去 看你是要用吹風機去吹 還是要用電風扇吹 或者是習慣上我是撐開這個袋子之後呢 就把它架起來晾乾風乾 這個動作相當簡單 就是要鼓風進去 就是拉著這個下緣往下帶 就可以把風鼓進去 這個袋子很小 所以不適合我們那種比較大 甚至戴耳朵的這樣子來鼓風 所以這個鼓風的動作很簡單 就是拉著下緣往下拉 這個更小的袋子也是一樣 我們要把這個水甩掉 你可以盡量的把這個水甩掉 可是如果我們能夠用鼓風的動作 把這個水震開來 震掉的話它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拉住這一個 下面拉一次再緩過來再拉一次 所以我們盡可能的把這個水分震掉 然後翻回來之後 我們再鼓風鼓一次 或者是明明 應該是不至於需要用吹風機 或者電風扇 我們如果把它撐開 讓它亮個半天一天 如果不急用的話 一兩天它就非常的乾 就可以來回收使用